吹西瓜 夏天到了 小猪又热又渴 到处找西瓜 可是他找遍了所有的集市 都没有一个卖西瓜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往年这个时候 随处都能见到 一大堆一大堆的西瓜 满耳都是叫卖声 西瓜 又大又甜的西瓜咯 小猪找呀找 累得满头大汗 忽然小猪看见小兔在吃西瓜 就跑了过去 你的西瓜在哪儿买的 小兔一边啃手里的西瓜 一边指指附近的一家商店 小猪来到柜台前 老板买西瓜 现在谁还买西瓜 都吃西瓜泡泡糖 西瓜泡泡糖 这是什么东西呀 小猪感到很奇怪 那我买十块西瓜泡泡糖 小猪稀里糊涂的买了西瓜泡泡糖 原来西瓜泡泡糖 看起来跟泡泡糖差不多 只不过它是绿色的 如果把它放进嘴里 不停地嚼呀嚼 然后使劲一吹 就能吹出一个西瓜来了 不过这可难为了小猪了 它可从来没有吃过泡泡糖 也从来不会吹泡泡 小猪把西瓜泡泡糖放在嘴里 正准备嚼 一不留神 咕咚一下 吞下了西瓜泡泡糖 紧接着还打了一个嗝 就在这时 小猪的肚子突然鼓了起来 原来呀 刚才肚子里的一股气 把西瓜泡泡糖吹大了 变成了一个大西瓜 沉沉地填在小猪的肚子里 哎呀 我还没尝到西瓜的味道呢 再吹一个吧 小猪说着 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西瓜泡泡糖 它嚼了一会儿 猛地一吹 噗的一下 西瓜没吹出来 却把泡泡糖吐得远远的 哎呀 不行 不行 这真把小猪累坏了 它拿着剩下的几块西瓜泡泡糖 去向小兔请教 小兔耐心地教小猪吹西瓜泡泡糖 小猪认真地学了很长时间 好不容易才吹出一个拳头般大小的西瓜 小猪可急了 忍不住 嗷一口 像猪八戒吃人生果一样 把它吞进了肚子里 小猪还没有仔细品尝到西瓜的味道 很不过瘾 小猪又拿了一块西瓜泡泡糖 使劲吹 这一回真的吹出了一个大西瓜来 挂在小猪的嘴上 小猪看了看 觉得还不够大 又继续吹 西瓜继续变大 小兔说 行了行了 不能再吹了 可是小猪没有停下来 还在吹 西瓜被吹得越来越大 已经比平常的西瓜大好几倍了 突然 突然只听 啪 的一声响 西瓜炸开了 小猪的脸上和小兔的身上都是西瓜瓤 你吹得太大了 小兔一边擦身上的西瓜瓤 一边责怪小猪 小猪很不好意思 连忙向小兔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后来 小猪终于吹出了一个大小合适的西瓜 他把西瓜从嘴上摘下来 抛开一看 只见里面鲜红的瘨 黑黑的仔 西瓜皮薄得像一张纸 小猪吃着他自己吹出来的西瓜 快活极了 西瓜泡过糖 越来越风行 要是出门在外 大家都随身带上几块 渴了 就吹一个西瓜吃 真是方便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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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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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